在充满你的回忆里面 我独自留爱和海角天边 一步步走过大事心愿 也许在来生的梦到明天 我们能再写进的情节 一步步完成最美的全 你全归 我抗真天斗过你的阴谋诡计 愿意忍在 但你觉得偌大的一个震天集团 里面的门门道道 水深水浅 是一个但凭算计而上位的 门外人所能掌控的吗 如果你愿意救思汉 我愿意做你的部下 供你驱策 绝无二皇 我愿意做你的马前卒 让你堂堂正正 明正言顺的 作上震天集团这个商业王国的宝座 这个交易 同意吗 你别忘了 斩草雾出根 春风吹又生 这是老天 替我出根 你说 我能救抗思汗吗 哎 震天 震天 什么事 金城跪 你会遭报应的 报应 哪来的报应 报应不都在这儿吗 你们看看 他气成什么样子了 我现在是震天集团的殷总 你们叫我殷总 叫啊 叫我殷总 叫啊 叫啊 叫我殷总 谁是殷成贵 叫我殷 你就是 震天公司的法人代表殷成贵 请问有什么事情 我是殷成贵先生的律师代表 殷成贵涉嫌人身伤害 现在 我们要将他依法拘留 你们这是人身伤害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别装傻了 到局里就知道了 带走 我自己来 天作孽有可救 人作孽不可活 对 活该 董事长 咱们还是救人要紧的 救人要紧 救人要紧 对 救人要紧 殷总 殷成贵已经被警方抓走了 嗯 一切都如你料想的那样 我依照殷总的指示 收到revenge的法人授权后 就立即给那个婚姻公司的职员打了钱 等他收到钱后 我叫来的人把他狠狠地收拾了一顿 伤势重的足以惊动警方 警方顺藤摸瓜 很快怀疑到了那笔巨款上 从而牵扯出了revenge公司和殷成贵 按照您的吩咐 在revenge公司的账上 放了一张假的税票 如果警方因为刑事案件 对公司进行调查的话 很容易就查出那张假税票 如果是牵涉到经济罪的话 那个殷成贵 可就没那么容易被放出来了 这个殷成贵 一直以为可以随意地利用你 却没想到掉进了你社的局里 到现在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一步步都在你的算计之内 你可真是了实如神 他虽然是我二叔 可是他不择手段的行为 确实让我赶得很心 如果真的把振天集团 交到他手上 首先被赶走的就是老头子 下一个就是我 所以我不得不反击 只是我没想到他真的这么贪心 他居然提前暴露了 可这么一来 老头子很快就会怀疑到我身上来 可我还有些手脚没做好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你看我画的是什么 二虎相争必有一伤 唐龙捕蝉 黄雀在后 这是嗜毒情深 老头子现在就此心切 他也摸不清楚我的底牌是什么 如果他现在跟我撕破脸 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 所以我们必须要争取 所以我们必须要争取 在康斯汗回来之前 把一切都搞定 把奴隆公司 转到我的名下 这样我就成为 震天集团最大的股东 进来吧 进来吧 今天发生的事情 你都知道了 我有所耳闻 为什么当初 我叫你调查 奴隆公司的事 你没有发现 跟殷承贵有关呢 对不起 是我经验太浅 我被迷惑了 今天我不是想追究责任 我只是担心 我们震天集团 如果 让殷承贵接手 我想这个集团 很快就会垮掉的 正儿 我们父子 斗了这么多年 我希望今天可以 言归于好 我希望你能够 担负起 拯救震天集团的重任 听你妈妈说 这几天你为了撕汗的事 是出了很多力 谢谢你 我 你欠公司的这笔账 就可以一笔购销了 郑达 你就一口咬定 说这批货 发给他了 死无对证 康震天总不能像绑匪 要这批货吧 你既然 只要他活着 震天集团就不会放过你 你明白吗 那 您的意思是 既然我们两个人 都不希望他活着 那总得有点座位吧 你别忘了 那是你的地盘 您放心 只要他来到我的地盘 我有一百个办法 把那个赎金给拿回来 到时候没了赎金 我看看 他怎么把人给赎回来 好 你记住啊 一定要谨慎 我先挂了 叫你别碰到 你别碰到 我 老婆 但是 dizzy 你怎么办 要要 你怎么办 把你带 你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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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 等着你疲倦了回来 你帮我订明天 飞兰城的机票好 什么 你这个时候你要去找他呀 可是我们刚刚不是还说 时间不够用 我们要在康斯汗回来之前 拜托集团转移的事 难道就不能等到 办完之后再去吗 再说 你现在的身体还生着病 赵晓鱼回来 我带心疼 有些事情你心里有数就好 订什么时间的票 明天早上第一班吧 不过 康斯汗和汪铁城 明天会搭最早的航班 过去交赎金 你们遇见会不会不太好 那就改定今天晚上的吧 今晚啊 今晚天气预报说 那里有罕见的暴风雨 你不是也希望我走去走回吗 只要暴风雨来之前 降落在兰城机场就行了 去吧 散落在兰城地带 不再对谁期待 难道是一种自由自在 而承诺相称爱 不断被时间掩埋 谁还记得大雨之中的 告白 谁还记得大雨之中的 告白 可爱 闺女儿呀 爸 怎么回来了 乖乖乖乖 怎么了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 就是最近工作有点累 想回家休息一下 好好好 乖乖 回来就好啊 回来就没事了 来 你先进屋歇着 爸去给你做饭去啊 做你最爱吃的饺子 这是 心仪的日记 上面记着 她的梦想 她是多么热爱生活的 一个女孩子 就是因为她爱错了人 她就该死嘛 害死心仪的不是你 是我叔叔 你说什么 这一切都是我叔叔设计的 是他把你跟四汉的照片 放在心仪的婚礼上 对不起 是我骗了你 和四汉分手之后 我想了很多 四汉说我从小锦衣浴时 得到的太多 付出的太少 不懂得为他人考虑 我要做一个全新的梦新仪 要学着去帮助别人 我在网上查到了 西北山区贫困小学的 一些资料 很受感触 我少买一个包 就可以资助一个孩子上大学 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这才是生命中 有意义的事 等我回国后 我会选择去支教 让孩子们的笑声 来洗涤我的灵魂 共处 你的心愿 我来帮你实现 来 饺子来了 闺女 晓晓 晓晓 饺子熟了 来 吃饭 嗯 哇 嗯 好香啊 对啊 果然还是家里的很好吃 来 饭 来 饭 来 饭 你自己吃吧 吃吧 吃吧 嗯 吃吧 来 来 来 嗯 姑娘 无论到什么时候 爸爸都是你最亲的人 你心里有什么话 都可以跟爸爸说 爸 嗯 有些事 我不想瞒你 好啊 如果你想说 爸爸听着 爸 嗯 馨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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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馨姨怎么了 馨姨在她结婚的那一天 去世了 因为新郎是我的男朋友 什么 新郎是你的男朋友 在他们结婚之前 我跟四汗已经分手了 康大哥的儿子 可是爸 馨姨的死跟我脱不开关系 我好内疚 我 我不能原谅我自己 我现在很崩溃 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也只以为我懂个爱 我想让身边的人都行 可是到最后 我 爸是我伤害他 闺女 感情上的事 没有对与错 爸爸呢 也给不了你什么建议 但是闺女 过去 都已经过去了 啊 还记得爸爸跟你说过的那些话吗 如果遇到不愉快的事情 和不愉快的人 那就 忘掉他 还有一个人 我忘不掉 也放不下 你是说 四汗 一个我本来以为不可能的人 英诚 英诚义的儿子 那你接下来 打算怎么办呢 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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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不在家呀 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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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怎么了 我媳妇快生了 你不是用车吗 麻烦你帮我媳妇送医院去啊 好好好 你别急 别急啊 爸 记得拿把伞 好 来 走走走 谢谢啊 小小 你慢点 我送你 来 爸 注意安全啊 你怎么在这儿呢 你怎么在这儿呢 我现在不想见你 你走 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幸运的死已经发生了 我改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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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我从来没有为过任何人 为过任何事情后悔过 可我为了这件事情 我会后悔内疚一辈子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现在后悔也没有用了 你到底想我怎么样呢 你要我怎么样 你要我怎么样 那我该怎么做 我该怎么做 我 我来这里不是求你原谅的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我不想没有你 你 老板 你这次去甘霖 路途遥远 急凶莫测 你自己可要照顾好自己啊 谢谢 我也有话要跟你们说 虽然这里 曾经是我的酒吧 但其实也是你们的 别因为我不在了 就不好好干 别因为换了老板 就消极代工啊 你放心吧 你走了之后 我们两个会把这里 收拾得好好的 等你光荣回来 来 无所谓啊 给谁调酒不是调 是谁昨天把酒 调得那么苦啊 好了好了 现在出那么大的事 我也没有办法 等把二哥找回来之后 再去找张晓吧 我黄历自从跟张晓分手以后 羡慕过殷政 羡慕过思汉 可现在我最应该羡慕的是 张晓 学着点儿以后可要好好对我啊 来 我再去拿点酒 怎么了 二零一二我们都安全地度过了 你还有什么事不开心的 你放心啦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会在你身边 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是谁 我可是这儿大名鼎鼎的助唱歌手啊 不过话说回来 你之前调的酒 也只有我能品味了 好 从此以后啊 我们两个 就要相依为命了 你就想蹭酒喝吧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让你对我好一点 这才过多久啊 人家的心哪 真是碎了一地哦 来 喝吧 如果连你也不找我蹭酒了 那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意思 喝啊 铃铛 我会对你好的 我还会继续蹭你的酒喝 挑开你 欺负你 让你觉得整个世界 什么都没变 思雨 我要为你唱首歌 好 就这样下去吧 再无痛苦 再无忧愁 你 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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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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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